大家好,我们现在来到第九个单元 我们一起来认识什么叫做通用线性模型 General Linear Model 这个学习目标很单纯 就是除了认识通用线性模型之外呢 我们也要来谈一下它跟常见的两种统计检定 T减定以及Anova的关系 并且借由通用线性模型呢 我们来解析变异数分析的成分 那么我是建议呢 如果是有上过基础传统的基础统析课程的同学 可以复习一下再来进行这个单元 那这个单元的进行呢 我就不会去操作程式码 主要是以这个电子书讲义来做一个解说 在下面有程式码示范的部分呢 就建议同学你可以在影片的任何时候呢 暂停或是在影片中间呢 你自己去操作一下程式码 那这样子呢 相信可以对于通用线性模型有更深的一些认识 让我来讲一下 对于通用线性模型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